在以男性为主要力量的科学界 女性的贡献通常更难被人们所关注 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的吴建雄便是很好的例子 在实验物理学方面 吴建雄的造诣让不少人都将他与玛丽居里相提并论 并且在核物理研究中 如果没有吴建雄的参与 或许美国的原子弹计划还要再往后延迟 抗日战争的时间线也会受到影响 1912年 吴建雄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刘和镇 按照族谱排位 他属于剑字辈 而他的名字则来源于英雄豪杰这个俗语 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年代 吴建雄并没有遭受父辈的歧视 吴建雄自幼生活在书香门第 其父亲为女童创办的明德学校 专门致力于女性教育 吴建雄的小学教育便是在这里完成 后来进入中学 吴建雄来到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成绩优异的吴建雄在班里属于顶尖 最终被国立中央大学录取 按照当时的规定 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必须担任一年的学校教师 其中他认识了胡适 后又主修物理 但随着中日关系愈发紧张 吴建雄的进修必须前往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 而此时他已成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于是他决定去往伯克利进修 开启了他的物理研究 并一步步攀向学术高峰 吴建雄在伯利克的学位论文中 对实验物理学进行阐述 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制动辐射 该辐射泛指带电粒子 与原子或原子核发生碰撞时 突然减速发射出来的辐射 主要与经典电动力学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电子辐射中叙述 吴建雄主要研究了发生衰变的 0-32原子的情况 这种放射性同位素 可以在回旋加速器中产生 而另一个部分 则是关于先放射性同位素的产生 在相关的论文阐述中 吴建雄叙述了如何利用回旋 加速器使油元素产生和裂变 并产生该种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 而这也成为了 他日后为美国建造原子弹的关键 不过当年很可惜的是 尽管劳伦斯和赛格雷当初 为吴建雄做推荐 但他仍旧没有在大学中获得职位 所以在这之后 他只有继续在放射性实验室里 担任博士后 同一时期早些年内 德国化学家奥托 哈恩和弗利兹 施特拉斯曼发现了核裂变 后来 德国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到 其背后原理 核武器研究有了初步理论依据 如果德国能够造出原子弹 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完蛋 但德国不少科学家都于心不忍 并联合各路物理学大神 其中就包括爱因斯坦 向美国政府写信警告 当时委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 在了解到整个情况后 美国的核物理研究 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吴建雄与原家流的交往 最终换来了甜蜜的婚礼 只可惜受战争影响 双方婚礼现场基本只有两人 直到1944年以前 吴建雄的工作几乎都与实验室和教书有关 实验研究很少 最终吴建雄选择答应普林斯顿大学的要求 并在当地指导海军的物理研究 回到曼哈顿计划这里 美国政府集结了各路科学家 助力该计划 但当时人们并不了解 游杠235的性质 中子反应装置 应该怎么弄也一头雾水 整个项目讨论从1941年 一直持续到1942年 爱德华 泰勒 当时提出用核裂变带来的冲击引爆 刀河川并引发核聚变 但又有人认为 这种爆炸效果太强 可能会引燃大气 总之整个讨论结果没完没了 到了1944年3月 吴建雄受邀加入到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曼哈顿计划 并在替代合金材料实验室中工作 其主要工作职责 是协助该项目中的 有浓缩气化扩散 并与利奥雷恩沃特带领的小组 开发监测放射性元素的仪器 结果到了9月 曼哈顿计划出现了停滞 位于汉福德区的反应堆出了问题 该反应堆会出现周期性停运 然后又重新启动 当时有人推测可能是和裂变带来的产物 影响了反应堆 会不会是某种同位素出现了问题 如果是这样 中子吸收洁面物质 使得中子无法被可裂变物质吸收进行反应 问题在于 究竟是什么物质捕获了这些中子呢 想到这里 赛格雷突然回想起 吴建雄曾经在伯克利 做过先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 于是曼哈顿项目进一步让吴建雄深入 最终在他的帮助下 研究人员发现导致核反应堆异常关闭的罪魁祸首 是先杠135同位素 如此一来 原子弹中的核裂变反应才继续进展下去 此后没过多久 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 后来的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二战结束后 吴建雄的实验物理研究不断深入 并进一步投入到衰变的研究中 早年间 其实有过科学家研究过衰变 但是阿尔瓦雷茨的实验结果 与恩里科·费米的理论相悖 因此 吴建雄怀疑 是不是实验过程中出了问题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又重新改进了整个实验过程 最终得到的结果与费米的理论一致 从而证实 阿尔瓦雷茨的结果差异 是来自实验误差 在此期间 吴建雄还结识了李正道 或许李正道大家不太熟悉 但与李正道同行的 还有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 当时 两人正在研究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语称到底是否守恒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语称是守恒的 然而李扬两人的研究 却认为语称其实是不守恒的 为了验证电磁相互作用 以及强相互作用中的守恒状态 二人只能找到吴建雄 利用超低温实验室进行研究 吴建雄二话没说 直接推掉了与丈夫的蜜月假期 选择在实验室里工作 最终在他的研究下 通过对骨钢六式样品进行实验 其衰变产生的同位素粒子轨迹不对称 从而验证了李扬两人的理论 语称不守恒在吴建雄的帮助下 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 这对建立标准模型来讲十分重要 李扬两人也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吴建雄联获多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 吴建雄的物理研究 可以说推动着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进展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 中美建交缓和 吴建雄也多次回到中国访问 并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这位伟大的教授最终在1997年2月16日去世 他的墓碑上写着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事实证明 性别只是一个名词 而不是形容词 女性同样可以很伟大 并且也一样能获得卓越的成就